开学在即欢声笑语 一场悲剧却突然发生 年轻女孩造成严重伤残 可以看出此时原告生情存在不实症状 接着孝某从原告背后擦身经过的瞬间 原告曾贪乱状态并后仰倒地 女孩的突然倒地究竟是何原因 司法鉴定能否成为认病的关键 对这个因果关系的判定 我们认为是不准确的 所以说我们对这个因果关系 我们是不认可的 提起上书 你把这个是自身的点减点 或者是外座的身上的点减点 要评判去 如此伤财让人心工 校园伤害如何能够避免 法院最终又将如何认定 2022年10月立案 2022年12月 2023年1月5月6月经过多次开庭 这期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一案 因为案情疑难复杂 重庆市云阳县法院裁定案件 转为普通程序审理 并组成合议庭 依法适用普通程序 于2023年7月再次公开开庭审理 原告向法院提起了赔偿300余万元的诉求 因为一个年轻的女孩受到了严重的伤惨 这让15岁的她在花样班的年纪要面对人生的重大转折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让我们回到三年前的2021年8月31号的傍晚 去看看那不幸的一幕 8月31号是暑假结束 正式开学的头一天 云阳县某中学高二十五班班主任 正组织全班同学到教学楼楼下 办新书回到教室 新的一学期开始了 这些书正是马上要使用的 于是孩子们三三两两下楼去班 从监控中我们可以看到 孩子们去班的书其实也不算多 一个人也就拿了几本书 从这个监控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孩子们拿着书出现在了走廊 这个穿浅灰短袖 灰白裤子的女孩就是小肖 画面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她手上拿着六七本书 然后进了小时 根据班主任的安排 原告与其他同学 一起前往学校东平房领取新书 放回置班教室讲台 十九十九分 原告回到教室 并将领取的新书 放在讲桌旁边地上 十九十九分 五十八秒左右 原告提升回到置地座位 并从面部朝下趴在扩头上 十九十十分 十秒左右 原告的同桌 孝某准备回到置地座位 并从原告背部后方擦身经过时 由于班级安装有监控录像 所以完整地记录下了事发的过程 小肖倒地后 同学们也都围过去看望 但是小肖的状况却不容乐观 她倒地成昏迷状 其他同学见状立即跑出教室 向班主任报告情况 十九点十分四十三秒左右 班主任回到教室 并初不了解情况 给校一拨打电话 并拨打120急救电话 随后校一到来 安排学生将小肖 飞出教室送往镇卫生院 十九点三十分左右 小肖送至卫生院 进行院前急救 诊断为意识丧失 进行大抢救 同时联系云阳县人民医院 120接诊 20点24分送往县人民医院 小肖在县人民医院 住院治疗两天 情况非常不好 出院医主 转上级医院继续治疗 随后的日子里 小肖父母带着小肖 辗转室内外多地求医 花费不费不说 小肖依然不见好转 最终诊断为缺氧缺血脑病 右侧肌底结出血 肺部感染 呼吸心脏骤停 脑积水 癫痫等 说简单一点就是 谁都没有想到 开学前的这么一摔 竟然有如此严重的后果 时间来到了2022年10月 小肖父母委托司法限定机构 对小肖进行伤残程度鉴定 后续诊疗项目平定 护理依赖程度平定 营养期平定 因果关系鉴定 随后出具鉴定意见书 在这份鉴定意见书中最重要的两点 一 小肖头颅外伤 致持续性植物生存状态的伤残程度数 一级 五 小肖的损伤 与粉刺头颅外伤 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随后 小肖父母一直诉状 将学校 以及从背后穿过的同学小巷 起诉至云阳县人民法院 要求学校小巷 共同赔偿小肖伤残的各种费用 共计300余万元 原告最初提出的诉讼请求 是要求学校和项目 共同赔偿 原告的各项 经济损失 共计800余万元 后来在诉讼过程中 原告自愿放弃了部分诉讼请求 并将诉讼标的额变更为300余万元 2022年10月 也就是小肖受伤一年后 小肖作为原告 父母作为法定代理人 将学校和同学小巷 起诉至云阳县人民法院 要求学校小巷 共同赔偿小肖伤残的各种费用 共计300余万元 事情发生之后 学校调取了当天所有的监控 除了之前看到的事发教室的监控 还有事发之前学校内的监控 从这些监控中 我们可以看到 当天同学们都一起下去班书 小肖也在其中 而且小肖拿的书其实并不多 在这几个画面中 也没有看出小肖有什么异样 一直到进了教室之后 小肖放下书后趴在了桌子上 从监控之中看来 原告方认为 由于教室内摆放客桌的横向通道空间太小 不符合国家标准 导致小肖的临桌同学小巷 从其背后挤过时 将坐在凳子上的小肖击倒 且倒地时后脑撞倒 导致其后脑肌底结出血 并昏迷不醒 同时原告方也说到 校一来到事发现场后 没有对小肖进行有效抢救 并安排没有任何抢救知识的学生 将小肖背出教室 及乘坐三轮摩托车 送往镇中心卫生院 且向医院隐瞒小肖倒地受伤的重要病情 人为学乡 发生这个事情那个后 所以枪救不及时 小肖有过错 因此要小肖背上 原告一方提到的重要一点是 之前他们做的司法鉴定合法有效 应作为本案定案依据 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 其中的第五条 小肖的损伤与本次头颅外伤存在 直接因果关系 因此原告方认为学校没有尽到管理职责和救治义务 同学小肖明知道客桌兼具狭窄 并将小肖击倒在地手上 依法应当承担全部责任 显然对于如此看法 被告是不能同意的 这个监控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通过监控的这个视频 能够看出他回到座位上的时候 是自己趴在了桌子上 后边另外一个同学 从他身上经过的时候 没有向前挤压的这个作用力 他是自己通过像一种贪软的状态 这样倒下去的 所以说我们认为 他这个贪软是疾病所致 不是那么外离的导致 同时被告方还结合病例和小肖父母 接受医生询问的情况认为 小肖倒地是自身疾病 而对于司法鉴定中的第五条 小肖的损伤与本次头颅外伤 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被告方认为 这个鉴定意见 我们是不认可的 首先第一个 那么这个鉴定意见 它是当方鉴定的 第二 那么它鉴定的时候 那么鉴定人员 没有了解到 当时那个司法的那个视频 也没有了解 那个肖母的既往病史 所以说对这个因果关系的判定 我们认为是不准确的 所以说我们对这个因果关系 我们是不认可的 法院查明 在当时事发后的十九时三十六分 班主任电话通知小肖母亲 让其直接赶往云阳县急救中心 小肖母亲在县人民医院 向班主任校医和值班医生讲述 小肖以前蹲起来 有过核桃晕的情况 事发当晚 没有吃晚饭 首先 法律并不禁止当事人 单方委托鉴定 以支持其肃请 但引起在委托程序上的非正式性 并且存在诸多的利己性和利益驱动性 假如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 且有证据足以反驳该鉴定结论所认定的事实 对方当事人可以申请重新鉴定 该鉴定结论没有效力 时间来到了2023年1月 在此后的三个多月 法院采取当事人摇号随机抽取方式和采取当事人协商方式 前前后后联系了重庆市内外的六家鉴定机构 对其重新进行鉴定 然后六家鉴定机构几乎都以技术能力不足或者伤者病情复杂 不能判断其发生机制与外伤的因果关系为由退回了鉴定 也就是说这些鉴定机构都无法鉴定小消的伤残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目前就只有一份2022年做出的那份鉴定 但是对于这次鉴定又存在很多争议 最终也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 关于原告诉前单方委托的鉴定结论 因未纳入民事诉讼程序 保障当事人充分行使处权 不具有鉴定意见的证据效力 与此同时 结合医院诊断检查结果和其他鉴定机构出具的推荐意见 说明缺血缺氧性脑病 肺部感染 右侧肌底界出血 呼吸心脏骤停 脑积水 癫痫的发作机制 曾因复杂 而且鉴定人出庭接受当事人咨询时陈述 未观看原告事发时的监控视频 这也说明了 鉴定人在鉴定过程中 所依据的基本事实材料不充分 本院对该司法鉴定意见书 不予采了 前面我们说到 就在开学前的头一天 云阳县某中学高二学生小校 小肖在按照班主人要求 班叔回到教室之后意外发生了 就像监控看到的这样 小肖班叔后回到自己座位上 趴在课桌上休息 同学小向从后面经过 小肖突然后仰倒地昏迷 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后面检查生情如此严重 最终诊断为缺氧缺血脑病等系列症状 说简单一点就是植物人 最后 小肖将学校同学小向告上法院 要求两方共同赔偿小肖伤残的各种费用 共计三百余万元 经过审理 首先对于同学小向 也就是当时从小肖后面经过的这名同学 法院认为 从事发时的监控画面可见 原告将领取的新书 放在讲桌旁边地上 然后起身回到自己座位 并头面部朝下趴在扩桌上 可以看出此时原告身体存在不实症状 接着肖某从原告背后擦身经过的瞬间 原告曾贪乱状态 并后扬倒地 按照一般公众的社会认知 在肖某并无大幅度过激动作的情况下 此种泥度的身体接触和力的传递方向来看 一般不足以直接让原告成贪乱状态 并后扬倒地 肖某的行为并无明显不当 而且在合理限度范围内 其不具有过错 据此 校某在本案中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法院认为同学小项没有责任 那么学校呢 学校是否尽到教育管理职责和施救义务 是否存在过错问题呢 法院认为学校应按照规定建立健全安全制度 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 预防和消除教学环境中存在的安全隐患 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教学场所及设施设备 是学校安全的物质基础 本案中小肖所在的年级大班额占比30% 学校没有按照教育主管部门 要求并切实加强大班额的管控 其中小肖所在的班级 学生人数64人 属于56人以上的大班额 在有限的教室空间内容纳了较多的学生 导致客桌椅排具 升军建筑面积等设置 未能满足国家有关标准 且该班教室的座位排布不合理 三人并排的设置 让学生出入不便 容易出现挤压等危险情况 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 且安全难以保障 具体就本案而言 当时小肖要回到自己座位并不通畅 小肖要回到自己座位 必须从小肖身后或另一同学身后经过 当其擦身经过小肖背后 使小肖呈贪软状态并后仰倒地 纵观本案不排除小肖目前损害后果 是其自身生理上的病患因素所致 但也不排除 该外力作用对其目前损害后果 一定程度上有促进作 学校为严格执行 并确保学校教学环境 符合国家标准规范 未采取切实可行措施 并确保学生在学校内全过程安全 不能认定学校已经完全尽到教育管理职责 存在一定过错 其次小肖突发疾病后 结合当时的病情救助条件等原因综合考量 班主任校医及时到场并拨打120急救电话 在小肖病情危急且救护车不能及时到场的情况之下 立即采取背诵乘车等方式 将其送往就近的镇卫生院进行抢救并通知父母 都是救助义务人积极履行救助义务的方式 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 学校采取的应急施救措施明显不当 据此中学及班主任校医已经进到其职责范围内的合理施救义务 云阳县法院经过审理 结合以上平息和案件实际情况 于2023年8月做出一审判决 法院认定的各项损失为130余万元 酌情小肖自担80%的责任 学校承担20%的责任 学校赔偿原告小肖各种损失27万余元 对于这个判决双方有着不同的看法 考虑到它的实际情况 所以说我们对该案没有提出上诉 但是我个人还是认为 班额和这个检据的问题 与这个损害后果关系不是它的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还是肖某的自身疾病导致的 我是同意医生法院 确定应当赔偿的中金额139万 我们是要求拦照医生法院 确定的赔偿中业赔偿 提起上诉我要求20%法院解决的 你把这个是自身的点减病 或者是外做的身上导致的点减病 要评判清楚 原告一方不服一审判决于2023年9月 上诉至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二中法院经过审理 在判决书中说到 结合医院诊断检查结果和其他鉴定机构 出去的推荐意见 说明缺血缺氧性脑病 背部感染 右侧肌底结出血 呼吸心脏皱层脑继水癫痫的发作机制 成因复杂 无法排除肖某的损坏后果 是其自身生理上的病造因素所致 2023年12月 二中法院作出判决 不会上诉 维持原判 节目拍摄期间小肖依旧还在医院 对于如今这个局面 她的家人也承担了巨大的负担 也希望求得好心人的帮助 所有参与本案的法律工作者 都对小肖的遭遇表示同情 但是最终判决的作出 本案也算告了一个段落 校园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焦点 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共同维护 就学校一方应加强安全管理 增强学生的安全意识 而就家长一方 也要加强对孩子的教育和监管 本起案件的成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甚至可能是无法认定的 但是只有各方尽可能做到上面所说 才能真正减少校园伤害